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余生 在回忆中 青春时光总是次带光芒 让无数人感到怀念 可有位男孩在15岁前就明动世界 他的青春承载了许多特殊的东西 而作为家族继承人 从出生开始他似乎就注定了不凡 他就是日本第一贵公子 藤尖斋 藤尖斋出生于2005年 家族是拥有300年历史的歌舞伎名门 在他尚且年幼时就成为了第三代继承人 在日本 歌舞伎属于传统巨种 还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社会地位很高 至今仍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早年间还流传过这样的说法 日本几乎所有女性都爱歌舞伎演员 这样独特的传统艺术在当地备受欢迎 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 歌舞伎传承者都是男性 经常会饰演各种女性角色 对外形的要求非常高 通常需要高颜值才可以胜任 不过外貌这方面 藤尖斋丝毫不用担心 他们家族的每位传人都长得十分精致 从藤尖斋的爷爷开始 颜值上就十分稳定 他的父亲藤尖赵勋将近50岁了 依然是无数女生的梦中情人 放到众多小鲜肉中 气质也依旧独特亮眼 在藤尖家族中 演艺界名人有很多 藤尖斋的奶奶和姑姑都是日本的知名演员 松龙子曾出演过《告白》 和圈内男神《牧村拓在》是荧幕情侣 早年间属于当红女星 此外 藤尖斋的妈妈关元子 在日本同样拥有知名度 曾是无数宅男梦想中的妻子形象 可由于现实原因 自从结婚之后 她就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 拥有得天独厚的外貌 家族背景又相当强大 藤尖斋自出生时开始 就成为万众瞩目般的存在 小小年纪就拥有大量粉丝 期盼着她长大 能够吸引各大电视台 请求拍摄成长纪录片 人生轨迹被记录在屏幕中 恐怕只有藤尖斋能够做到了 这部关乎她成长的纪录片 整整拍摄了十年 作为传承文化的后辈 藤尖斋从奶团子成长为贵族美少年 眉眼间清冷气息隐藏不住 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她就跟着爸爸出席采访 奶生奶气地在镜头前说话 就连打哈欠的样子也能够圈粉无数 可见身上的魅力之大 2007年 藤尖斋即将迎来两岁生日 在爷爷的安排下 年幼的她首次登上舞台 那时她学会走路还没过多久 在听到音乐声响起时 就会随着节拍跳起来 天生就带有艺术的基因 对她来说 音乐是刻进骨子里的东西 这场舞台上的青色表演 在观众看来只是可爱 至多会感叹几句 不愧为歌舞技家族的孩子 从小就对艺术如此的敏感 可藤尖斋下意识的行为 落在爷爷的眼中 成为了自带光芒的存在 这种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 是歌舞技传人需要具备的 尚且年少的表演就足以诠释出很多东西 更让爷爷感到惊讶的是 还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他 看过劝劲杖的表演后 就已经懂得如何去模仿精髓 还随着伴奏跳起了六方五步 在此之后 藤尖斋就被寄予厚望 爷爷将他接到身边 亲自传授家族记忆 认为他在长大之后 能够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成为家族中的荣光 《长明之路》注定是艰辛的 舞台上光芒四射的表演 背后要付出极大努力 注定还会牺牲掉很多东西 比如童年 从刚刚懂事时起 藤尖斋就明白爷爷的苦心 直到自己身上承担着 弘扬家族的使命 在其他小孩子享受童年时光 依赖于爸妈的关怀时 他就异常懂事了 在平时的功课之余 他总是向妈妈提出 去观看爷爷和爸爸的排练 还穿上厚重的演出服 有板有眼的练习表演 实际上 在很小的年纪 藤尖斋就对艺术有所追求 离不开家庭氛围的影响 在歌舞剂这条道路上 父亲和爷爷都曾全力以赴 将生命奉献给了舞台 正如藤尖斋爷爷说的那样 他们是专业的演员 需要诠释好各种角色 过程中注定要经历无数挫折 谈到孙子的时候 他坦言练习是很难受的 可自己曾经也是这样 只有勇敢地去克服了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演员 藤尖斋选择去面对困难 从那时开始 他就完成了孩子到大人的转换 将来要成为能够担负起担子的人 6岁那年为了跟父亲和爷爷同台演出 藤尖斋提前练习很多次 由于身材比较小 戴上道具后脚不亮相 直接摔倒在地 在训练时稍有不注意 还容易扭伤脖子 藤尖斋始终勇敢坚持下去 小小的面容多次被汗水打湿 多日的努力没有白费 等到正式表演那天 他凭借着出色的成绩 受到观众广泛好评 首次在藤尖家族外 收获属于自己的名气 像那样努力地训练 在藤尖斋的生活中司空见惯 从童年走到青年时期 他都没有忘记对艺术的追求 积极提升自己的实力 14岁的时候 藤尖斋和父亲 爷爷同时习名 成为家族中冉冉生气的新兴 对于日本的歌舞伎来说 他成为了难以超越的存在 可就是这样绝色又优秀的少年 却曾因为父亲的年轻往事 成为外界议论对象 受到不少日本观众的嘲讽 不知从何时起 坊间传出这样的消息 称早在藤尖 赵勋和官员子结婚前 就有过心爱的女子 两人还偷偷生下了孩子 可迫于现实考虑难以结婚 他选择了家世相当的官员子 还有一个原因是 官员子性格温柔 是家族中理想的妻子人选 消息的真实性尚不可知 正是这段模棱两可的桃色新闻 让藤尖斋的光芒似乎黯淡不少 但不能否定的是 为了婚姻 官员子付出太多 格武纪家族中有不成文的规定 成婚后女方将失去主导权 彻底成为家庭主妇 为丈夫和孩子而活 嫁给藤尖赵勋之前 官员子有优秀的学历 工作前景相当广阔 可婚后却被迫辞职 转行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身份 成为全职太太 丈夫和儿子都是演员 身体更是相当的娇贵 生活中大小琐事 都需要由官员子负责 哪怕在他们的小家庭中 男人们也像是华美的装饰那样 需要等人来照顾 嫁给格武纪 是日本很多女生梦寐以求的 可其中的辛酸也是难以想象的 如同官员子那样 整日照顾丈夫和孩子 没有个人生活空间 而还不是最为要紧的事情 日本有位名叫三天宽子的格武纪 在婚后有出轨行为 可并未受到外界指责 受到背叛的妻子 还要同丈夫共同出面 为荒唐的事情道歉 没有别的原因 在日本格武纪地位太高 遇到这样的事情 妻子首要责任是挽回形象 至于感情方面的事 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不过这毕竟是特殊的事情 在藤尖家中几乎没有类似的事情 藤尖斋的童年虽然辛苦 也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长大 家庭关系较为和谐 在藤尖斋还小的时候 观众对他抱有很大期待 认为他在长大后 颜值必定能超过父辈们 具有高贵清冷感 实际上随着年龄上涨 他的颜值并未发生大变化 眉眼间依旧精致 五官只是放大了而已 依稀能够看到童年的影子 但由于藤尖斋经常要上台 总会画上比较浓的妆 掩盖了五官原始的自然感 反而显得有累赘 让他看起来普通了不少 之前拍摄杂志封面时 由于妆容和色调很奇怪 还有不少人直呼 从小美到大的藤尖斋 或许早已经长残了 看起来还有些油腻 不得不说 时光确实能够改变很多 幼年时期的藤尖斋 凭借着可爱的动作 就能收获喜爱 后来则需要多加努力 成为外貌和实力并存的人 等到他真的长大后 有些人却开始挑剔起来 认为如今的藤尖斋 并未达到外界期望的预期 似乎对此也颇为失望 可见很多时候 初见太惊艳并非是好事情 不过哪怕是在长大之后 藤尖斋还是保持着世家贵族的风范 艺术文学多面发展 而这本就是真实的他 希望未来他会有更多优秀的表现 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成为家族中真正的光芒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贵公子 未来会为谁而倾心呢 年轻时候的文人亲王 除了王子的身份 文人好像没什么可夸的 论个子 他刚刚一米七出头 算不上伟岸 看长相的话 文人亲王老是给人一种很阴沉的感觉 不过 年轻时候的妻子妃 长得就很甜美 一双弯弯的月牙眼 像极了动漫里的林家小妹妹 让人感觉很温柔 然而她的这些优点 却没能在优刃亲王身上得到体现 已经快过17岁生日的优刃 身高才1.6米 那一双祖传的咪咪眼 不管笑不笑 看起来都很小 只能说 遗传是个很神奇的事情 为了保住王室血脉 日本专家也是花样百出 背景已经有人建议优人应该娶谁当老婆了 要知道 2006年9月出生的她 今年还没过17岁生日 再者来说 要长相 优人有祖传的蜜眼 个子也才1.6米 看成绩 会抄袭作文 王室把自家读苗当成香波波 外人可不这么认为 所以 明明是王室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可优人的人气远比不上藤尖斋 藤尖斋 歌舞纪是家的未来掌门人 一度被誉为日本第一贵公子 有媒体甚至调侃 他们以为优人是藤尖斋吗 和要啥没啥的王子相比 藤尖斋明显更受欢迎 他14岁的时候 就能和父亲 爷爷一起举行习名仪式 毕时 藤尖斋就成了万千少女的理想型男友 18岁的他 身高1.75米 不管长相还是气质 藤尖斋都比优人高出一大截 甚至于 他还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理想老公 很多粉丝甚至表示 想嫁一个藤尖斋这样的另一半 然而 事实证明 理想和现实的区别 还是很大的 背景 那些嫁给歌舞纪 尤其是嫁给掌门人的豪门贵妇 过得比普通人还难 这是为何呢 在日本 歌舞纪的地位非常高 是日本的国粹 被日本列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产 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种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艺术 最早起源于17世纪的江户初期 直到1600年才发展为比较成熟的一个剧种 作为日本国粹 非物质文化遗产 歌舞纪历来很受欢迎 如果 要是类比的话 他就像金举 区别在于 一来说 歌舞纪只能靠家族传承 二来说 他们只有男艺 条条框框的束缚背后 造就了歌舞纪独特的社会地位 也为他们带去了不菲的收入 那些传承上百年的世家 就更是如此 毕竟 宴请外宾 乃至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都少不了歌舞纪的身影 而且 歌舞纪的从业者还有歌隐形要求 长得够帅 因为 他们还需要反串女性角色 试想一下 一个五大三粗的男艺 打扮成富人模样 这样的画面 谁喜欢看 地位高 收入高 颜值高 拥有三高优势的歌舞纪 能不受人喜欢吗 更别说 藤尖斋还是家族的继承人 如今 在日本一共有四大歌舞纪世家 社会地位非常高 而藤尖斋就出生在四大世家的松本姓四郎家 他的爷爷松本姓四郎 又名藤尖昭晓就是一位享有圣誉的歌舞纪大师 如今是日本艺术院的会员第二代首领 他的父亲是川染武郎 又名藤尖赵勋 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歌舞纪大师 他的母亲官原子是另一位世家的千金小姐 和松本姓四郎家门当户队 嫁给藤尖赵勋后跟随夫姓改名为藤尖原子 除了在歌舞纪方面地位超然之外 藤尖斋家还是个演员世家 他的奶奶藤尖继子是一位演员 他的大姑姑松本姬宝是著名的日本舞台剧演员 小姑姑藤尖龙子则是著名的日本女歌手和演员松龙子 甚至就连他都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影视剧演员和舞蹈家 藤尖斋的爷爷和父亲都长着一张俊朗不凡的脸 尤其是他父亲是日本出了名的美男子 拥有盛世容颜 嘴不点而寒丹 眉不化而横翠 眉宇之间有一种我见尤莲的楚楚之貌 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注定了藤尖斋自幼旧生活在聚光灯下 二岁时 藤尖斋就在爷爷的带领下公开露面 白白净净 动作稚嫩的幼崽 俘获了一大堆妈妈粉 那个时候的他走路还不太稳 软糯可爱 粉雕欲酌 婴儿肥能掐出水来 再配上那呆萌的表情 活像个可可爱爱的奶团子 虽然从来没有学过舞蹈 但音乐一响起 他就能跟随节点在舞台上 蹦蹦达达的表演 尤其是高举着小拳头 奶声奶气的冲大家高喊 加油屎 简直萌翻了所有人 凭借着软萌可爱的长相 藤尖斋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所有粉丝都无比激动的直呼 弟弟 我们要等你长大 藤尖斋一夜走红网络后 日本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 这位世家贵公子 而日本电视台更是紧紧抓住了这次商机 为藤尖斋制作了一档长达十年的纪录片 记录着他成长的点点滴滴 这下子 小小的藤尖斋成了楚门世界的主演 三岁接受训练 长长的头套 甩起来能把藤尖斋脱倒 但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依旧的咬牙坚持 同龄的孩子学习之外还能看电视玩游戏 藤尖斋呢 除了文化课还得学习查到书法完成日常训练 穿男装够可爱 换上裙子 化上浓妆 也像个小姑娘 始于颜值忠于才华的少年 成了大家嘴里的别人家的优秀孩子 毕竟 自家孩子不想学习的时候 14岁的藤尖斋已经习名 成了公认的歌舞纪传人 这样的荣耀背后 也是一个孩子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 现如今 18岁的藤尖斋更是成了偏偏少年郎 长相帅气 举止优雅 只不过 歌舞纪的妻子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首先 他们得身兼数职 歌舞纪收入高 请不及保姆吗 其实不然 然而 本着保护隐私的目的 他们宁愿让妻子亲力亲为 三田宽子 曾经的女主播 后来嫁给了中村之外 成为离元妻以后 三田宽子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 早上七点起床 给全家人做饭 丈夫和三哥儿子吃饭的时候 他得整理演出服 从头是 化妆品到鞋 三田宽子都得为他们收拾好 没有司机 就意味着他得开车 然而 歌舞纪的手也得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下 提包 拿东西的人 也是三田宽子 到了演出地点 丈夫和孩子去演出室 而他们和工作人员沟通 站在门口接待宾客 这期间 三田宽子还得准备午餐 因为 婆家人觉着外面的食物不够干净 忙碌一天回家 丈夫和孩子休息 三田宽子又做家务 又得为第二天的演出做准备 用他的话来说 丈夫的事情永远放在第一位 所以 三田宽子一般会忙碌到凌晨两三点 才能睡觉 一个月二十多天演出 他每天都是这么过 其次 离元妻还得为出轨的丈夫收拾烂摊子 国宝及歌舞纪川海老藏 大婚童年就因为和其他人抢服务员 被人打了一顿 当时 他的妻子小林麻央第一时间报警 谁曾想 婆家却觉着是小林麻央处理不到 影响了川海老藏的名声 于是 最后哭着道歉的 还是小林麻央 同样的事情 三田宽子也做过 他们一边道歉 一边还得许诺以后会好好照顾丈夫 事实上 藤尖斋的母亲官员子 也有类似的经历 原来 藤尖赵勋以前的情人 给他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的年龄 比藤尖斋都大 最后 还是官员子诚恳地道歉 这段绯闻才告一段落 那段时间 连累的藤尖斋也不敢轻易回答记者的各种问题 或许 歌舞伎的妻子都逃不过这一劫 丈夫有私生女 她除了原谅 还能怎么办 当保姆 私人助理 司机的离元妻们 还得紧记自己的身份 藤尖斋一直接受父亲 爷爷的指导 藤尖斋训练的时候 官员子可以看看 但是不能随意插手 一来说 婆家人担心官员子会溺爱藤尖斋 二来说 估计是隔行如隔山 他们也担心 官员子的建议会影响到藤尖斋 作为一个母亲 看着儿子变得温文有理 肯定很欣慰 但是 这样的互动 是不是也少了一份温馨 只能感慨 豪门和普通人家 或许还是不一样吧 相比之下 官员子几乎不能插手孩子的学习和训练 儿子时大体 懂礼貌 固然是好 可是 过于严苛的要求背后 是不是也少了一些亲密和随性 背景 哪个母亲不喜欢孩子 围着自己撒娇呢 从这上面来看 藤尖斋和幽人 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王氏选妃 也是生儿子要紧 其次 王妃们也得放弃自己的事业 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王妃 黎元气门 背地里都受过不少委屈 就像雅子 因为没能生下儿子 被王氏折磨地患上抑郁症 而小林麻央的结局更悲哀 疗心劳力的他 34岁就患癌去世 葬礼上 川海老脏哭得好伤心 结果不到四个月 他就有了其他情人 还不止一个 回头来看 小林麻央累成那样 值得吗 就是不知道 未来的藤尖斋会不会成为例外 痴情又贴心呢 2020年的时候 藤尖斋拍过一组杂志封面 看着这样的照片 不少人感慨 曾经的美少年 是不是长残了 这样的藤尖斋 好像和普通少年也没有什么两样 可事实证明 青春期的孩子 就是多变 后来在拍饭死者的宣传照片时 藤尖斋的颜值又恢复了 精致的五官 清晰的下恶线 这样的他还是很帅气 只不过 很多喊着等藤尖斋长大的人 却没有了以前的期待 背景 三田宽子 官园子他们用自身经历告诉大家 歌舞姬家的豪门主妇 也不是那么好当的